大伙鸿鸿,我回来了 这节目我将分成上下两集 一共会和大家分享八件中价球队的球衣 这八案球衣全部都是来自于卡尔美赞助的球队 在上集中我将和大家分享四件 把红色作为主色的主场球衣 正好也方便做一个横评 看看哪一款设计最让大家喜欢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球衣 是辽宁沈阳城市俱乐部2023赛季的主场球衣 这支球队成立于2015年 在2019年夺得了中以联赛的冠军 在2022赛季积分排在了联赛第12名 这件球衣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球队的队徽东北虎 所以球衣的花纹用的也就是虎纹 但是这个虎纹怎么说呢 可能是因为它的设计有些密也有些细 我觉得与其说它是虎纹 我更觉得它像是泰森脸上纹的那种部落图腾 这种过于艺术化处理的图案 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相比之前2020年韩国国家队客场球衣的那种大虎纹 我是会更加喜欢的 所以说这件球衣的东北虎纹我该如何评价呢 如果我是辽宁沈阳城市俱乐部的球迷 看到这件球衣的花纹我能接受 但是感觉不如上个赛子的衣服 对于这件球衣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要写一个辽宁 明明自己叫做沈阳城市 球队主场也是在沈阳 结果重点不是在沈阳这座城市上 反而是放在了辽宁省上面 辽宁省可是包含了14个地级市 这难道就是为了对抗黑龙江冰城 所以要强行拔高一下吗 本来就是要扎根社区扎根地方的运动 最后弄得全成了全运会了 那不如一步到位就搞成南北明镜赛德了 真的没紧 最后这个辽宁的辽子还带了一个心 真的是土的没边 这球衣设计的没毛病 就是这胸前的字草点太多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球衣 是上海嘉定会龙俱乐部2023赛季的主场球衣 这支球队创办于2009年 最早叫做上海国基足球俱乐部 球队的对挥最早也是一个拳头的造型 但是不知道怎么到2013年就换成了老虎了 然后老虎对挥也用至今 对名却借鉴了上海的历史经典会龙坛 改做了上海嘉定会龙足球俱乐部 所以也就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 名字叫做龙对挥却是虎的 这么一件有些拧巴的球衣 这件球衣的花纹也是用了虎的元素 用的就是老虎的爪痕 还做了一个立体的阴影 然后在球一下摆呢 用了一些三角碎片做了点缀 官方宣传中说 这些碎片组成的是火焰的造型 想展现出更具威慑力的效果 然后这件球衣的后领 还有一个金印专属标识 这也是这件球衣我最喜欢的一个亮点 这件球衣我该怎么评恰呢 我只能说它很中国 胸前广告内容很中国 广告字体也很中国 对灰设计的也很中国 球衣设计的肯定是高于国内平均水平 但是整体观感还是欠缺一些高级感的 我觉得这件球衣最大的短板呢 就是这个对灰的设计 如果说啊 你是第一天当上海人 有一支这样的上海搏击足球俱乐部 以及一支这样的上海嘉定会龙俱乐部 就看队会让你选 你会选择当谁的球迷呢 现在大家看到这件球衣啊 是苏州东吴俱乐部2023赛季的主场球衣 苏州东吴俱乐部的队徽呢 也是挺有意思的 中间的图层是无地的神兽路端 传说能日行18000里 通晓四方语言 也是象征着美好的愿望和期盼 然后队徽的外形呢 也是采用了苏州城的特色 据说这个队徽啊 是在吸取了各方意见 经过专业人士精心设计后 才诞生出的杰作 确实啊 寓意很好 噱头呢也很足 听起来也很有文化 但就是不好看 这里呢 咱们不用别的来对比 苏州东吴俱乐部成立于2008年 最早呢 叫做苏州紧赴心裁 咱们看看这支球队 最早使用的队徽 我是觉得啊 是比现在这个小神兽 看着更加顺眼 也更有中国神韵 你们觉得呢 下面呢 咱们来看这件球衣 这件球的印花呢 还是设计的很现代的 球衣印花暗纹 是苏州拼的首字母组成的 有一点像是阿森纳19-20赛季 客场球衣的设计风格 在这件球衣的后领呢 依旧也是有特殊标识的 用的还是队徽上的路端图案 如果说纯弹球衣设计啊 这件苏州的是目前三件球衣当中 我最喜欢的 球衣袖口与下白点缀的黑白配色呢 也是能与客场球衣相互照应上的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不能要求更多 现在大家看到这件球衣呢 是广西苹果哈辽俱乐部 2023赛季的主场球衣 这支球队成立于2016年 现在赵徐玉 邹正 赵鹏飞都来到了这支球队当中 哈辽这个词呢 其实是壮语 敢歌虚的音译 是苹果聊歌中的一个重要取调 所以这支球队的名字 起的也是非常有特色了 这件球衣设计呢 就更有特色了 球队队徽是一个宝字 还加上了一个如意 感觉呢 就像是动画片 或者连换画里 才会出现的设计 这种打破常规的设计方式啊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真的很让人怀疑 这个如意是认真的吗 是不是设计师在订考前 忘了把哪的国风贴图给删了 然后呢 在查这件球衣相关资料之后啊 某宝就给我推荐了这个东西 兄弟们 这个宝字的设计原型啊 似乎也让我找到了 我真是服了 下面呢 咱们还是看球衣设计吧 这件球的印花设计灵感呢 是来自于广西壮族的铜骨花本 铜骨文化 作为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经了千年的传承 这个设计灵感的出发点呢 还是很好的 也很好的呼应了 球队客场球衣的案文 所用的壮族壮锦图啊 一下呢 就把当地特色元素全部拉满了 我个人觉得这套球衣的设计呢 还是非常有趣的 好了 那上期中价球衣介绍呢 就先到这里了 新朋友点一波关注 这里是汉堡作主机 咱们下期再见